像我自己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有一個按摩的手法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比如說像我自己是屬於鼻翼 或者是唇周這裡 比較容易暗沉的人 所以我這邊的暗沉的問題 我其實在擦精華的時候 我都會去透過按摩的一個手法 然後讓你的肌膚 可以去達到代謝更好的一個狀態 隨著年齡的增長 那可能對於一些環境 陽光紫外線的一些傷害 在你的肌膚上面 已經留下一些痕跡 那你就需要選擇一個 有效能夠抑制黑色素深層 或者把一些既有的黑色素 能夠代謝掉的產品 那我覺得想要讓肌膚光跟亮啊 不外乎就是 當然就是清潔做好 保濕做好 因為保濕是最基礎的 我們的皮膚喝飽了水 它其實就是再加上一些 其他有效的美白成分的產品 皮膚自然就可以比較透比較亮